那是第三季还没播吗 我说你看了火星情报剧第二季 难道你不认识他吗 温雅从上面翻下来的那个 他说哦 哦 我有个事 就是我最开始特别紧张 然后那个田园哥就 就请我去吃宵夜 就跟我交心 说了很多经验 他跟你说话 你跟他亲家 他自己都没保存住 田园哥跟你说什么 对 他是拿自己的血历 使当反面教材啊 对 那就对了 那就对了 但是有一个提议非常的有用 说出来 他说你万万要提防 我们其中的一个高级特工 谁 谁 我不能说是谁啊 我怕被江小黑窝 我绝对不能说是谁 你好大的胆 我肯定不能说是谁啊 我不能说 何出此言 他说这个人的特别爱插嘴 我插的不是嘴 我插的是梗 你插的是寂寞 你们插的才是嘴 我告诉你 而且真的要少跟杨迪哥出去玩 你的任何一个细微的举动 都会变成他的梗 告辞 你看大索告辞的时候 因为只有一只手 告辞 下面的是没有了 好尴尬 他手都麻了你知道吗 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就我之前的女朋友 你怎么能够再聊之前的女朋友 因为就大家一起我想试探一下 他到底能不能够跟我同甘共苦 就带他一起去吃宵夜 你知道上海一条摊是吃炒面炒饭 然后他还一样啊 这个很脏的 你知道这种现实啊 对 然后我说啊就没关系 我说就我吃一点好吧 你要不吃你就看看 然后就带他过去以后 结果他从包里面 还拿出了一块餐布 真的假的这么夸张 这是真的 我跟你讲 碰一下碰一下子 一块说不白的就铺上去了 铺好以后 自己包里面还拿出小碟子 小杯子买到上面 他说这个干净 然后老板在旁边 我的天哪 呜呜呜呜 是什么情况 真的 自己铺好了 要干净 我跟你说 在杭州 杭州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 吃宵夜的地方 叫胖姐 我听过 臭豆腐 对对对 唐州的臭豆腐 黄颜色的 那个就太红太红了 排队排到死 就在马路边 而且这个胖大姐身上 永远被一个当季最红的 LV的包包 收钱的 然后你就会去打听 这个大姐到底是什么来头 后来打听到 大姐以前身材曼妙 哎呦 温文尔雅 像风中的温雅一样 哈哈哈哈 真的 然后 有一个男朋友 当时 她是一个江湖老大 经常带着这个胖大姐 到一个臭豆腐摊 去吃臭豆腐 最后她坐牢进去 哎呦 为了 为了 经常可以煎最好的臭豆腐 到监狱去看自己男朋友 自己就去学炸臭豆腐 我的天哪 那个大哥最喜欢 当时就是给他买当季的LV包包 于是乎他每到LV出新包的时候 自己就会背一个LV的最新的包包 当收起 这个故事我的天哪 太离奇了 非常 我跟你讲这个故事 假的 啊 哈哈 啊 哎呀 搞磅 哎呀呀 有努力啊 我听得好认知 哎 哎呀 哎呀 太疾病了 哎呀 离奇五轮混乱 说了大概有五分多的篇幅 你骗人 都 气死我了 听得那么投入 哈哈哈 我遇到过超级尴尬 你知道上海吗 有两家特别特别有名的做上海菜的 但是他老板娘都特别特别凶 然后呢 那天我去吃就排队嘛 我发现有个位置是空着的啊 我说哎 这个位置你明明有位置干嘛不放了 哎呀 一会有人来呢 他趴过来哇 孙洪蕾老师进来了 哎呦 我说哎呦 因为当时我跟洪蕾老师还不认识 我想 哎呀我作为一个晚辈 要不要上去打个招呼呢 对吧是礼数吗 哎你一定要去 你一定要去对吧 要不然有的人会把你叫 叫进小黑房子里面训理 哈哈 哇 但是你跟前辈打招呼嘛 你总得先 四目相对 你得看别人是不是认出你以后 你才打招呼对吧 我就开始照他眼睛 我就说说说 好瞧他眼睛 看我的眼睛 看不见 我看不见 他工作人员围着他嘛 我就找一个缝隙 哦差不多看到他了 他转过来 好像看到我 快看到我的时候你知道吗 老板娘过来 哎 吃好了不了 吃好了 可以走了呀 后面这么多人排队啊 好尴尬 哇塞 那种尴尬 你弄吗 你被老板娘拖出来的 你要唱你的主打歌 要拖到雪下的人生 哈哈 我看我站起来 我当时唱啊 哈哈 心经病呀 真有这种人 长沙就有 以前就有这样的消夜摊 很厉害的 你在这儿点东西吃 哎 那个服务员 拿个饭过来 老板过来的 你没有手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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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脚啊 他忙成这个样子 你要他去拿饭 饭桶就在那里 你不是要自己去拿呀 哈哈 我能证明薛之谦 真的爱吃消夜 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 在杭州 有一个那个路边摊 他们管他叫安徽料理 炒那种炒粉 还有裸的丫头的那种 本来他应该开车回上海 他说不 我一定要吃那家 结果他去得太早 人家还没出摊 他问我要电话说 我一定要堵到这家人 那个太好吃了 那个女的 我都想娶她了 我都想 你当时 有爱的 他有时候就会这样 而且人家都是那种中年妇女了 他要 他要娶别人 怎样 没有那么好吃 名义食为天嘛 薛之谦 已经很久没去吃过了吧那家 还是你已经真的把它取了 我告诉你 我已经把那家的配方都买下来了 真的吗 而且我在上海 已经开了一家这样的店了 动作快不快 而且我告诉你 现在已经黄掉了 你跟你讲这很奇怪 就路边他那种美味啊 你哪怕是打包 或者是开到一家店里 哎 它的味道就 你懂吗 就差那么一点点了 很奇怪 上海有一家 特别有名的烤串电视 我把它配方又买下来了 然后又开了一家店 然后又黄了 我做的这种路边 但是你只要把它买回来 开到店面就是黄了 你知道 但是我很喜欢 吃少爷那种氛围 对 我去买回来是不好吃 它差那个味道 我会把我的那个商务车 开到那个摊子门口以后 然后我坐在商务车里面吃 车很暗 你也不能开灯嘛 对吧 看那时候 大家因为人很多 又会看到你 对不对 东西栽进来 我也不知道吃什么 然后吃完再来 哦 几针 再吃 哦 给羊肉 你吃哦 猪针 不对啦 你咬的是我手指 其实那个氛围还是有的 旁边你就看到很多人 就坐在你的旁边很近 但他不知道你在车里 我要告诉大家 吃宵夜 你们为什么会记忆犹新 因为宵夜是人间烟火 所有吃宵夜吃的东西 都是当地最有名的一些小吃 而小吃才能够吃出情分 大餐 你只记住了 跟你一起吃大餐的那个人 而不见得会记住那个菜 吃宵夜是最放松的 我觉得大家对于夜宵 都有一种莫名的情感 我提议 少约饭 多约夜宵 在夜宵摊拉近彼此距离 现在既然大家都那么流行吃宵夜 我个人还是觉得 大家吃宵夜的时候 尽可能的健康一点 因为有的时候油啊 盐啊 你像这个朱镇 就是特别喜欢吃宵夜 多油多盐啊 那个容易脱发 对不对 大家要多注意啊 大家如果觉得我刚才的提议是对的话 通过宵夜拉拢感情的话 请拍桌子 好的 请拿记录牌过来 又是杨迪 又是我跳黄荣 跳黄荣 哎呦好恶心 怎么了嘛 来女儿 你不是我爹那我爹 我是你妈 老妈 够了老顽童 来来找 接下来玩一个游戏 空手入白刃 示范一下好不好 来 好 我呢 拿这个剑去劈他的头 他如果能够在我劈到他的头之前 接住我的剑的话 就算我输了 他就赢了 他就空手入白刃 对 好不好 好 就是考他的反应 反应对不对 老顽童 你手已经开始了 考反应嘛 准备好了吗 好 准备 我打 好难 这个太难了 太难接了吧 这不可能接到的 OK 不一定 不一定 杨迪又跟着反应很快 不要打坏我的这个法技 我直接打脸 不要嚣到我 好 好 谁 好难 哎呦 哎呦 我的妈呀 笑黄荣 哎呦 我的妈呀 你的嘴巴别翻好吗 真的 蛇满的脚 啊 啊 哎 哎 你还要杀 哎 你还要杀 真的可以接触 好 朱珍 好 朱珍 你跟朱珍PK 来 换我们的打狗棒 哈哈哈 这会打死人的 哈哈哈 喂 这一定要下手那么重 这会肿起来的 来啊 大家安静 走 走 啊 石头布吧 他们俩剪刀石头不得了 那我刚刚被砍的刀 算是白砍了 对白砍了 剪刀石头布 你看 真的有办法 今天的王牌特工就是 小杖 哦 是他 哎呦 天呐 他已经可以来 有请今天的王牌专会 玄冥神掌 玄冥神掌 来 玄冥 玄冥神掌 什么啊 这个什么烂玄冥神掌 快点 好 哎呀我 好后期坐吧 回神回神 哈哈哈 哈哈哈 你干什么呀 谁啊 什么呀 什么呀 我们那么多武力高手 被你这么耍 我还拿我的打管 有了 有了 完了 他打你 他打你了 他第一个打你的 哈哈哈 哈哈哈 再你再不来 放不出决赏 我就给你吃毒针 我告诉你 但是你要还要 第一个 下面我宣布 火星情报局第三季 2017091座会议 圆满结束 我走了 't know you 哎呀屁股好大 没礼貌 好狠 连老顽童的屁股都要摸 你都可以庆幸了 没有风中飞舞出来 你知道吗 要是温雅 坐在这个地方你就惨了 一转身所有人都没了 我跟你说 把你们裹到屁里 好可爱 好传绳 那个眉毛 那个眼神 好香 真的好香 梁迪 就是 万一到了那一天 就用这一张 好不好 董在 在剩下的那一张 万一到了那一天 你看 你看画得我有点像那个 金毛狮王谢迅 这个好 好香 而且字写的也好 这个好像我爱过人 是爱迪生 哎呀 这个是最厉害的 你看我们所有人 所有人都画得过 超可爱 你看 拿着 哎 挺好玩的 这个像个锅子扣在头上 我估计杨迪要去拔了 上面真的挺好玩的 我倒是该洗头了 导致有看到隔壁您的女人吗 挺不妙的 这也找到清晨 想哪个武侠人物谈令爱呀 李莫丑 感觉起来好像身材好一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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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哈哈哈哈 来来来来 你看蒙城是小丘 全不是 谢谢 什么 哈哈哈 我怎么就没糟了我啊 还行 还行 还是那个感觉 我还不是本 养不过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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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光登记 来的话 回来 ám operator 先生是朋友 他嘛 两位 他们第一个 师傅 大声 是